哈啰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是家瑋學長陪你學的時間囉 那我們又度過了一週了齁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進入到四之三 所要講到的特殊四邊形與梯形的課程囉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這個東西啊 叫做平行四邊形家族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圖啊 很明顯的它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平行四邊形對不對 好那平行四邊形裡面呢 我們快速的來複習一下 什麼叫做平行四邊形 那因為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東西叫做他的家族啦齁 他的家族 所以我們稍微複習一下什麼是平行四邊形 平行四邊形是不是要有兩雙對邊互相平行 我們就叫做平行四邊形 所以我們在上個階段裡面 我們有學到什麼 我們有學到的是 哇平行四邊形的 對邊相等 我們把它叫出來齁 對邊相等 然後呢 角度 對角相等 零角互補 對角線可以把它分成兩個全等三角形 然後兩條對角線可以分成四個面積相等的三角形 所以還記得嗎 我們記得順序 第一個我們先從定義去記它 第一個我們要記得是定義 定義記完的時候 我們再從什麼 再從邊 的特色去記 然後記完了以後我們再去記角 角記完了我們再去記 對角線 對角線 那對角線記完了最後一個我們就要來討論的東西叫做什麼 面積 所以我們待會要討論的平行四邊形的家族 我們也是按照這個邏輯去記它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家族有什麼 欸它的家族我在下面畫了兩個 往這邊走一個往這邊走一個對不對 好那左邊的這個呢 我們很常見的它叫做什麼形 如果你有記得的話它叫做長方形對不對 那你還記得長方形要有什麼特色嗎 長方形它的定義就叫做四角直角 OK好那右邊這個呢叫做什麼形 好我們國小又學過這個叫菱形那菱形會有什麼特色 它的特色就叫做什麼 四邊等長 這就是菱形的特色 好那邊跟這個叫定義 定義講完了以後我們就按照著 邊角對角線面積的方式再去記它 那這邊我就不詳細說囉 OK好那第三個 第三個平行四邊形家族裡面的小弟是誰 跑出來一個圖形了 這圖形它融合了長方形的特色 加上菱形的特色 所以這個我們也不陌生 這個我們叫做什麼 正方形那正方形剛剛說了 它融合了長方形的特色 它融合了菱形的特色 它跑出來的叫做什麼形 看一下 哇四邊等長 四角直角 這就叫做正方形 所以我說正方形可不可以是長方形的一種 可以喔 因為長方形只要什麼 跑掉了齁 回復一下 好長方形它只要什麼 四個角是90度對不對 把它攪出來 有沒有四個角是90度 正方形有沒有四個角都90度啊 有對不對 那零形要的是什麼 邊都一樣長 所以正方形有沒有邊都一樣長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正方形也是零形的一種 所以正方形也是零形 那正方形也是長方形 那正方形可不可以說它是 他們家的老大哥平行四邊形呢 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把家族的順序記好來 你就很容易去理解它 平行四邊形的家族就包含了這一些人 它有長方形零形以及正方形 所以他們的特色由上往下 會一直的給他們 一直的給他們 一直的給他們 然後再從定義出發去記好 然後呢 每個圖形的性質從邊 從角 從對角線 最後走到面積 你就會很好記囉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均衣平台裡面 均衣平台裡面呢 在我們的課程進來了以後 我們可以選擇八年級的課程 八年級的課程我們選擇南一版 我們今天介紹一下南一版 那南一版的最下方呢 就有一個平行四邊形 查看課程內容 進入到四之三 裡面就會有老師分別詳細的解說喔 OK那就期待小朋友 把這個單元學習完了以後 我們一起再來討論下一個階段喔 OK今天就說明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